亚加达亚运会刚刚结束两三天,韩国男蓝明在亚运会上未能获得冠军,就听到了韩国主帅一主的消息,在世遇散前临时更换主帅对韩国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,用病急乱投衣来形容韩国蓝鞋的做法再适合不过了。 根据韩国首尔联合新闻报道,韩国男蓝主教练许在已经确定辞去率位,当然是主动辞职还是被犹豫,那就只有他们自己清楚,取而代之的是助教经商职,九月中旬举行的示娱赛将由他带领韩国男蓝。 在2018亚加达亚运会中,实在盛林的韩国队,在半决赛中被一朗蓝蓝痛点,哈达抵赛韩国的内线搬将倒海,韩国拿他毫无办法,即使最终击败了中国台北队,但也是只获得一个铜牌。 韩国队是有多高估自己的真实实力哦,他们在颁奖典礼的时候,有两个球员在众目睽睽之下拒绝佩戴铜牌,而且脸色非常难看,剑下图左上角那两位,他们难道以为自己拥有冠军的实力吗? 这样子真的很丢人很没素质,输球又输人了,相比韩国队输球又输人的情况,我们中国男蓝就完全不同了,姚明这次亚运会只派出了半只非常年轻的国家队中国红队,在以一件连郭艾伦为首的蓝队,都没有参加的大背景下,中国队依然在小组赛,淘汰赛,半决赛和决赛中所向拼命,一路过五关战六将, 最终拿到男蓝冠军金牌,特别是决赛中,年轻的中国男蓝在上半,场辈一路领先到十六分的情况下,依然没有自乱阵脚,他们通过积极的防守,勇敢的冲击篮筐,大胆的三分投射,大量消耗哈达迪和巴赫拉米的体力,中国剑儿们打出了血性,展现了体育拼搏的精神,最终上演了当气会长的大逆转, 中国男蓝年轻球员每人都有奉献,各个在场上活力十足,这在以前都很少见到,他们都表现出色,阿布都沙拉木,周琪,方硕,赵瑞,王哲林和丁燕宇航等人,将中国人的体育精神发挥的淋漓尽致。 当裁判吹闪决赛结束的哨声,男蓝的英雄们都兴奋的围在一起互相庆祝,场下的姚明第一时间和李南拥抱,场下的中国球迷无比开心,大声呼喊着姚明的名字,看到五星红旗批在球员等人身上的时候,感觉到特别的激动,自豪和热血, 为什么时隔四年之后,韩国从亚运南篮冠军调到第三,而为什么中国南篮支持而扣勇,从四年前的第五名变成冠军得主呢? 这归根到底还是两个国家篮球体制的不同,韩国现在走的是规划外国球员的线路,如今他们登下球星和表现最出色的球星都不是正宗的韩国人,而是一个标准的黑人罗建尔,他是亚运贯南篮的得分王, 最后两场比赛都砍下35加10的疯狂数据,可惜拍一个黑人,带动不了快速凋零的韩国球员,而中国南篮则走的和韩国完全相反的方向,特别是姚明当选来写主席之后,中国,南篮非常重视年轻血液的培养,这次助争亚运成功夺冠的红队,全部都是年轻球员,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, 中国队员都是非常正统的纯重中国人,而不是像韩国、日版和菲律宾那样走捷径,规划黑人球员和非反国球员就是走捷径, 如今中国篮球体制慢慢走山争轨,有经验丰富实力非反的绝对核心意见连,也有中生代郭艾伦之类的颠峰年龄球员,更有周琪、赵继伟和阿布都沙拉木这样的年轻球员, 而且中国红篮双国家对人才很多,通过过去一年多的比赛,姚明都说发现了很多人冷不在视线中的人才,但具体是谁他没有说,但我觉得肯定会有阿布都沙拉木这个人, 所以说韩国如今临时换帅,根本就是并集乱投医,他们没有从根本上找原因,大方向走错了,那离任鬼只会越走越偏, 而我们中国南栏在姚明主席的带领下,稳步前进,向着既定的目标坚定不移的努力前进, 即使过程会很痛苦,即使有时候会失败,但从长远的目光来看,这样做事肯定会成为最后的胜利者的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核拗